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慶 Channel 嘩 這麼快就來到熱热的夏天 就和大家一起做一款超級小本的甜品 檸檬、雪巴 材料非常簡單 我打算做給汪朗試一下 展示一下 我都有傳藝天文的 好啦 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材料有細生寒125g 水200g 檸檬3-4粒 大概要做到100g的檸檬汁 這個甜品的材料只有兩個 就是一個是檸檬 一個是糖 那就可以做到檸檬雪巴 第一個步驟就是先洗乾淨檸 因為時間關係我已經洗乾淨 然後我們就用檸檬 刨皮 其實如果大家在家裡有 刨絲那些 就會方便很多 因為很薄就用這些 水果皮的刨 其實有些檸檬皮 如果太大 我們可以稍後再切成 大概一個檸檬 檸檬皮 切完檸檬碎之後 就會在一邊備用 然後就倒125g的糖和水 放在鍋裡煮 中火煮至糖溶完 水煮滾了 再等兩分鐘就可以了 然後就把檸檬皮倒進去 一個檸檬多 因為我們總共的 就是要這個 有8%的檸檬汁 然後就把剛才煮溶了的 糖漿加檸檬皮和檸檬汁 都放在這個不手缸 裡面 然後就可以拿進雪櫃冷藏一個小時 我們等到雪櫃冷藏的時候 就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剛剛好心得我心的產品 就是質感很像雪巴的保濕面霜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的話 應該都知道我是肌燃的粉絲 它有很多產品我都很喜歡用 好像肌燃水和面霜 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這次它又推出了一款新的面霜 就是這款 雪巴冰感霜 這款面霜的質感 就好像我剛才做的雪巴一樣 清爽 很軟 沙茶上面是非常清涼 很水感 是很快被皮膚吸收的 而且是有瑞士雪涌花 和牛丁香精華 可以做到控油和收毛孔的效果 和肌燃的產品一樣 它們裡面都有 黃金比例的四重透明質酸 補完水之後 就靠裡面的鎖水一指 再幫皮膚鎖水 這款面霜和其他肌燃的產品一樣 是不合致敏成分 所以連敏感皮膚都適合用 我們看看它們做完 弄碎了 之後呢 放進冰箱 再冷藏一個小時 來到第二小時 我們又繼續打散它 看到它現在圍著圈 已經有很多冰 哇! 好治癒的聲音 ASMR的聲音 這麼上一程度 我們又拿進去冰了 嘩! 我們還要冰了 GO!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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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 完成! 嘿! 最後一次 做完這一次就可以放進冰箱裡冰箱了 嘩! 好硬啊! 這次很硬啊! 這次已經差不多成型了 我們戒上這次 就放進去冰箱裡 然後再把它轉成一個收納盒 再冰兩小時 就可以吃了 然後呢 其實呢 為什麼要用這個不鏽鋼盒呢 就是想它會冷得快一點 和平均一點 雪 過夜嗎?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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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第二天了 那這個冰了過夜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要硬碎它 拿進膠盒裡面 它已經和冰箱很像了 這個質感 看不看得到啊 它現在呢 已經非常像這個冰箱的質感 還有一點像薯蓉 哈哈哈哈 好可愛啊 我的樣子 很可以啊 我開心啊 這一個呢 就是我自己親手做的檸檬雪巴 你知不知道我是最喜歡吃雪巴的 所以我很期待 又可以吃了 這檸檬皮的甜度很可愛 我帶它去試試試看 很清新啊 很清新啊 對你來說 這個甜度就剛剛好 對我來說 甜度就可以低一點 如果很甜 就可能覺得酸 但以下看我覺得剛剛好 檸檬皮呢 令到口感呢 好像fresh很多 那個檸檬香會再出一點 所以就很好吃 怎樣啊 這個檸檬雪巴你給多少分 賣相來說就是要5分的 非常漂亮 味道來說 也有9個5分而已 偷了些分在哪裡 有5分給你進步空間 我吃的話都是100分的 耶 如果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Fullsup 留言 十規我的頻道 記得按個鐘仔 就可以收到一個出片通知了 好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withhold食用 會不渴三個 給我吃 八個 你 character 我 mentors 不問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